我们中后卫上 我之前都没看见过 中后卫上三周 这场比赛怎么安排那么近 疯了呀 主场 这一队终日得了 主场 主场我还是相信你们的吧 你们体能OK 模拟过去吧 踢一个3-0 加油 嘿 红盘下去喽 耶 技术大 好的 章比赛应该没问题吧 他红盘下去了 再进一个行吗 稳妥点 哎 恩伯洛 耶 调过了 3-0 哼 跟我这个之前预测的一模一样 正好踢了3-0 我很满意 就休息一天 主场你不能自己干吧 我感觉我们还是应该适当的放弃国内杯赛 这阵容深度 有困难啊 感觉这次也没买什么人了 就踩一个拉斐了 这么多好门奖 阿里只能打地补吗 孙琴明只能打地补吗 不行给我们吧 后卫 还往后挫 他都远射了 0-0占平了 也还可以接受吧 空球率我们有这么高吧 我们感觉大部分时间我都在陪电脑玩呢 我们有43%的空球率吗 客场对切尔西 是不是一场联赛杯啊 这场比赛我们还是用Tip中模拟过去吧 其实就是我放弃了 联赛杯还是算了吧 不是很重要也没有什么钱 现在阵容板凳深度不够 我们还是把精力集中在联赛和欧联杯上吧 0比2 还输得不多 客场对纽卡瑟尔 我们还是自己踢吧 我们现在在联赛踢了六轮 然后只积六分 爬在第十三位 虽然没降级吧 但是任中道远 目前为止只赢了一场比赛 阿玛迪 哇 竟然穿过了 或者说跑过 进脚 YES 1-0 在我控制下 终于进球了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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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吓 吓死了 那边 摩洛 试试 顶劲了 二零又人摩洛 没开二度 我这个球好诡异 我们稍微看一下出波 啊 还是顶到 那个对方的中部也没有跳起来 但顶得非常怪 是在下降中能顶到这个球的 所以有一个搓球的感觉 不过不管怎么样 近了 二人 他会有一个招手 是在墓中的 就能够到一个一个 也要是在下降中的 尺寸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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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帅啊 安波罗 竟然用蝎子摆毁传球 阿玛丽 蹦蹦蹦蹦蹦蹦 没办法 远端 提空门 哇 好射门 虽然你个小黑人吧 那空门厅内我也无话可说了 不过波子的客场2比0取胜 刘帕斯而已 也已经是很好的比分了 终于又拿到一场比赛的胜利 手发阵容挺 要是不错的话模拟个试试 真的是一个人都不认识 要是输了没人 我能记住一两个人的人名字 那个梅耶尔是那个梅耶尔吗 德甲那个对吧 两号妹红啊 我们还不加油 大哥人家都没人了 我们又多一个人 进个球呗 嘿 嘿 哈喽 看个精细赢吧 74到88 再见 70 80到94 70 70 80 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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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 80 80 70 70 70 80 70 100 70 70 70 50 你们没守到啊 顶没顶任放一遍 守了什么啊 格里斯卡绝佳的机会 YES 不是格里斯卡 德斯托洛夫 虽然没有斯卡绝佳的 那跑来的舍门还不错 展伯洛 几乎是1对1 包肉再封过来 再封过来 弹刀弹刀 技术拿 搓圆脚 不射 啊 馋一下 诶好 穿得好 终于我捡一次失误了 内玛尔好 弹刀几回 船的真是啥呀 还是找波兰 回来找内玛尔 挫射 YES 2-0 看波罗的跑位 都快 我还没舍 波罗都快跑到 这个观众席里 跟人家庆祝去 我哪儿竟然还有个花式传球 韩国罗 我在脚那儿呢 走 这次有机会了吧 老地粉 给中间 格里斯卡 不是 有鞭后卫 YES 30 切尔系就爆了 切尔系现在 比现在切尔系的阵容 应该不算强队了吧 这次是格里斯卡的 啊 不是 五星小黑人 啊 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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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恩布洛 竟然助攻 把内玛 好吧 好吧 竟然被踢进 他说 你不在我的 这个 候选冰单里了 全场比赛结束 我们在主场 战胜了切尔系 排名应该想钱挪了挪了 虽然我们只积12分 但是排名第四 这个四也只积13分而已 客场对曼城啊 曼城现在排名第一 我们能夺和曼城9个积分 我们争取 也帮帮其他队伍吧 争取能在客场 至少逼平曼城吧 我们俩很强的 克鲁斯 伯格巴是不是也在啊 穆勒 斯特林 穆勒已经进了八个球了 排在射手榜第一 阿拉巴 也在曼城 但是伯格巴 阿拉巴 恐怕尼 哈尔特 都去打替补了 伯格巴是不是被卖走了 忽住忽住忽住 直塞 没阅背吧 YES 德索洛夫 绝佳机会 1-0 开场三分钟 这个球恩波洛护子非常好 船的时机也正合适 公道都给恩波洛好啊 裁判 你都不知道躲一下 你就成心站那是吗 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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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你呢 至少能把球困开吧 传给中间 布塞洛夫 YES 画好球 裁判 YES 天球 谢谢斯文玉丸 德索洛夫摔得好啊 好的 骗个门键 2-0 这场比赛的走势真的是太奇怪了 本来准备了一场艰苦的比赛 没想到 这个山本场早早的确立2-0领先优势 尝到远射 高 远选的不对 色琳都整不过 打 运气真好 又被抓了 好的 木洛自传自射 跟我们队友配合的真是天衣无缝 你是想挑战给你的前腰的吧 结果我们后卫之较就听给你 有想法 有创意 又让你刷了个金秋 虽然这个最后被禁了一个 我们还是稳稳达到了3分 曼城输了我们之后呢 和排名第二的水晶宫呢 积分四好到2分 我们呢 穿成到第六 你第三呢也只差一个积分 还是有希望 好 好 好 跟 一 公